這個圓柱凸輪在這個機構裡面的功用呢 就是希望用它來帶重一個配重 讓這個機器人在行走的時候可以改變它的重心而不會跌倒 也就是當左腳落地的時候呢 這個配重要移到左邊來 右腳落地的時候這個配重要移到右邊來 而且為了讓一腳有充分的時間往前跨出一定的距離 所以在凸輪的兩側我們各做了一個以軸垂直的直線槽 也就是這一段 各位同學請注意看 這一段呢是一個跟軸心那垂直的一個直線的槽 凸輪重動件移動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它會做短暫的靜止 同樣的在最左邊這邊也是一樣 這一段呢是一個直線槽 這個滑塊移動到最左邊來的時候呢 它也會有一個短暫停留的時間 目的呢就是讓 落地的那一隻腳 有足夠的時間站穩 而另外一隻腳可以呢有時間可以跨出去 這裡所設計的停止時間 大約是圓柱凸輪轉動90度 90度啊所需要的時間 兩邊呢就是180度 也就是這個凸輪在轉動的時候呢 重動件大概有八分之一圈的時間是靜止的 因為到現在的同時的派對方 到我現在的故事要多了 所以我們必須得到 我現在的故事要來做 我們有一個測試的